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4月29日 已經是星期六了 大家相信也有看過《精武門》 李小龍那套《精武門》 華人與犬不得內盡 大家覺得 是不是很不合理呢 原來 這個不是去購的 是真實的 當年 在上海有沒有華人與犬不得內盡呢 我就不敢說 因為這套《精武門》 是危康編劇 這是他創作的 當然我們跟大家說過 陳真也是他創作的 第一代陳真當然是李小龍 但是現實之中 陳真也是有一個 在太古城咬掉趙家賢耳仔那個 當然他不是精武門的陳真 他是太古城的陳真 現在是監獄裏面 但是陳真 當然是虛構人物 但是華人與狗不得內盡呢 竟然在中國發生 這個 還不是 194幾年或是193幾年的中國 是2023年的中國 事源在哪裡呢 事源發生在 北京 北京 首都師範大學的游泳館 只是對留學生開放 外國學生 連學校的先生都不可以去游泳 而中國的師生只能夠在夏天 去室外游泳池游泳 結果 他們 覺得 很不合理 但是竟然不合理之餘 更加有貼出來 貼了一張紙出來是什麼呢 就是 外國留學生 以及寵物 都可以去 好了 這件事 徹底激怒了 中國學生 原來 華人與犬 不得內盡是真的 其實我們跟大家說一下劇情 其實犬 狗可以進去 因為 大家看看精武門 裡面其中一個扮演日本仔的 叫做袁華 袁華就跟李小龍說 過來過來 你想進去看吧 你就 做我的狗 我就拖你進去 因為原來愛國人帶狗可以進去的 只是華人和華人帶的狗不能進去的 如果由洋人或者日本人帶的狗 是可以進去的 這件事 徹底激怒了 大陸的學生 因為 他寫明 寵物 都可以去 只要是外國留學生帶的寵物都可以進去 但是 華人 中國人 中國學生是不行 連中國教師也是狗 這真是令到中國人 很傷心 這個不是假的 不是我們虛構出來的 是真實發生 在中國 首都 師範大學 好了 早幾天 其實這件事早幾天 在中國的微博 成為了熱手 爆出了首都師範大學的泳池 只是對留學生開放 這個叫做非常建築師 這是一個外國人士來的 用華為Mac 20 Pro 不是用手 不是用iPhone 這條微博 令人覺得外國留學生主要是黑人 因為中國留學的主要是黑人 中國為甚麼對黑人那麼好呢 實際上 那些黑人全部都是權貴 每一個黑人學生 實際上 除了不用錢之外 還有 他們還有零用錢 這群全部都是外國 尤其是非洲國家的政要 他們想 俗稱要溝的對象 他們目的就是要溝通這群學生 令到他們 在中國讀書 實際上 中國讀書每個黑人學生 都有三個 少女 女學生去陪他們讀書 宿舍也是最好的待遇 所有東西都是最好的 為甚麼中國人 為甚麼中國政府對黑人那麼好呢 實際上 是一個 這些其實是他的籌碼來的 為甚麼呢 因為中國 在非洲 撒行一種 殖民式掠奪 基本上超越了以往的列強在歐洲所作所為 中國 基本上現在買通了整個非洲 除了一個斯威士蘭的國家 是跟 台灣有外交關係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跟中共建交 而中共在那裏 透過一帶一路 透過賄賂收買 當地的政要 當地的政客 當地的政府 所以 非洲大部分 中國看中了的是甚麼呢 港口 裡面的礦物 資源 以及豐富的其他 非洲的天然資源 全部都是中國想要的東西 中國一帶一路 想掠著非洲國家的天然資源 包括礦物資源 以及農業資源 第二就是利用他們的碼頭 他們的港口 收購他們的港口 但是真正非洲人需要的可能是 乾淨的食水 可能是電力 中國是相對少的 不是沒有 有的 他們的家人 他們這些權貴 甚麼局長要賄賂的人 全部子女 大部分都是中國讀書 在中國讀書 基本上好像皇帝一樣 他們不只是國民 他們是貴賓級的招待 這些學生全部都是 非洲國家的 政要 權貴 官二代 所以中共對他們那麼好 中國人是甚麼呢 中國人當然是 奴隸 全中國13億人 不算那些九千多萬黨員 全部都是共產黨的奴隸 即是全聚德裏面的鴨 你們的工作 就是負責給他們 飲食 供他們 喝和吃 吃是吃你們的身體 喝是喝你們的血 所以 中國人 也被稱為人礦 因為 你們是要被愛利 做甚麼呢 是愛利被挖掘的 經過 不斷的關注之後 有人就覺得 究竟是真還是假的 實地去查探 結果 這個 非常建築師 去泳池看 上面明確地寫 本泳池只接待本校留學生和教職員工 員工可以去 留學生30元一次游泳 教職員是60元一次 游泳一次是不知游多久呢 可能是游幾個小時 有名馬實價標導明 但是 他寫明 是不對國內的 本科生 開放 其實這家學校有一個露天的游泳池 室內的游泳池是專門給外國 非洲貴賓 其實在室外有一個游泳池是接待本地學生的 不過 原來 壞了兩年 所以 他們的學生想 用不得 只能夠去外面 所以 即時有些學生就覺得很生氣 是不是中國人與狗不得入內 其實 你說得沒錯 因為現在最新的說法 就是 外國留學生帶寵物進去都被人 跟精武門的劇情一模一樣 跟原華說的話一模一樣 你想進去看看 可以 你扮我的狗 我拖你進去就行了 學生又問 這裡是不是租界 不是租界 不過 你們的政權是一個漢奸政權 你們不知道嗎 本身你們的政權 就是 依靠外國勢力 顛覆中華民國 你們是由漢奸政權 去統治的 那麼你們當然是 二等公民 甚至乎你們二等也沒有 因為 好像 我們經常都說 用蒙古來講 蒙古人排第一 色木人排第二 漢人第三 男人第四 你們是屬於甚麼呢 你們可能真的是男人 最低級 其實不是 男人是香港 香港 或者 新疆 西藏 男人 大陸人是漢人 色木人是甚麼呢 就是這些 黑人 他們的第一等蒙古人 即是現在的中共幹部 所以 十分之慘 這件事大陸引起軒然大波 每個人都吵了 狗也不如 事實 的確是 狗可以入 中國學生 是不行 之後伍武立即發動 攻擊這個非常建築師 就說 給留學生的特權 很厲害嗎 有甚麼大不了 沒有問題啊 質疑他在亂帶節奏 這個罵他的人 聲稱自己就是首都師範大學的大學生 對於這些說法 沒問題啊 我們要尊重學校安排嘛 為甚麼經常一定要在學校游泳呢 在外面游不行嗎 實際上 當然是不行啦 你根本歧視本國人 他們是人 中國人不是人 沒錯 中國人是奴隸 你們既然是奴隸 你就不要看了主人有些甚麼啦 究竟中國是誰 誰的主人呢 很簡單 共產黨是主人 你們是奴隸 所以 大家 真的要認真去 知道你們究竟地位的身份 我覺得不要有太大的幻想 分開四等 蒙古人就是現在的共產黨員 積木人就是非洲黑人 在非洲的權貴子弟 在中國讀書的留學生 漢人就是你們在大陸被統治的那些漢人 男人 其實 身份就是香港人 還有 新疆 西藏 來蒙古 這些少數民族 就是男人的待遇 這節我們暫時講到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繼續支持 我們繼續支持 謝謝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都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到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